日前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南下广东进行了五天的考察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行程被一个神秘的微博账户学习粉丝团提前披露 有学者认为这是当局精心布置的宣传行动 背后可能涉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外媒观察这也显示中共新领导层正在试图加入微博 并根据自己的目的塑造他 在习近平动身南下广东的过程中 一个名为学习粉丝团的神秘微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个微博在11月21号注册 现有粉丝大概3万多名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发现 这个微博准确发布了习近平去广州、深圳和其他南方城市视察的详细过程 比央视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更是提前了几天 不仅如此 学习粉丝团还贴出了习近平和家人早年的照片 并亲密地称习近平为平平 华盛顿邮报说 这一做法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而学习粉丝团的创建者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在接受华游的网络采访时表示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草民 不是习近平的公关或媒体团队的成员 另外 学习粉丝团描述习近平视察的内容 和后来新华社的报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习近平展现新作风 选择酒店的普通套房 轻车减从 不打领带等 华游文章指出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新任中共高层 似乎比上一届更了解网络的巨大力量 新领导层正试图加入微博 并根据自己的目的塑造他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 学习粉丝团的写作具有专业风格 从使用标准的新闻技术和发布的信息内容来看 更像一项操作熟练的宣传行动 张志安猜想 微博可能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或者是新华社记者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认为 不管博主背景如何 允许微博讨论中共领导人毕竟是件好事 不过这种技术层面的动作和中国民众真正的需求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比远远不够 如果他的提防的这些技术层面的做法 是想掩盖中共的博物的拖延中共的事物 做不做的无所谓 取不了根本的作用 如果他要引导中共走向解体 引导中国走向政治开明 引导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 但要做多一点 不止再大一点 据不久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披露 截至今年10月底 包括外交部、卫生部和铁道部等在内的中共中央部委 开通了20个官方账号 地方政府机构注册的微博账号也达到了6万个 而今年8月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军 在第10届全国检察长论坛上要求 要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建设和利用 抢占信息发布的制高点